俄乌冲突持续超过1000天 在特朗普即将重返白宫 美国原乌政策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 乌克兰最高层的态度也开始出现变化 在英国媒体29号播出的采访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如果乌方目前控制的领土 可以被置于北约的保护伞下 那么俄乌就可能达成停火协议 但乌方仍会通过外交途径 就归还俄方控制的领土进行谈判 泽连斯基的这番表态被认为 是其在停火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 英国天空新闻台指出 这是他第一次暗示 暂时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部分领土的控制 可以被纳入俄乌停火协议 此前泽连斯基曾多次强调 乌克兰在领土问题上不会做出任何让步 2022年9月30号 乌克兰正式递交了快速加入北约的申请 在2023年7月举行的立陶宛峰会上 北约虽然强调乌克兰的未来在北约 但没有给出入约时间表 只是表示当成员国同意且条件满足时 北约才会向乌克兰发出入约邀请 西方媒体注意到 尽管泽连斯基在领土问题上的态度出现了松动 但俄乌双方的立场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鸿沟 今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曾明确提出 俄乌冲突停火条件 他当时表示 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 卢干斯克 扎波罗热 和赫尔松地区撤出 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之后 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 俄乌冲突已持续超过1000天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 过去一周 俄军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和无人机 对乌克兰军工企业能源设施 军用机场以及无人机生产和存储设施 发起了32轮打击 我们无法跟上修复的进度 连主要设备都来不及修复 更别提屋顶和墙壁了 一次次袭击将一切都摧毁了 据基辅独立报报道 俄军正以自2022年冲突爆发初期以来最快的速度 在乌克兰东部推进 报道援引俄媒数据称 俄军过去一周夺取了乌克兰近235平方公里的土地 11月以来已控制了约600平方公里的土地 创下阅读记录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29号 在视察前线后宣布 驻扎在乌东波克罗夫斯克和库拉霍卧附近的乌军部队 将在人员和武器装备上得到增援 目前俄乌双方仍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的激战 那么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在29号早间的战报 在过去一天在前线地区发生了207次战斗 那么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乌军市 击退了俄军61次进攻 那么在库拉霍卧方向的乌军市 击退了俄军43次进攻 乌克兰国内的分析称 夺取波克罗夫斯克也是俄军 在今年冬季的重要作战目标 那么与此同时 乌军在库拉霍卧的这种局势 在持续地恶化 分析称目前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的行动 继续成为乌军防御的重要力量 特别是在顿涅斯克西部的防御战中 乌克兰无人机行动的层成功迫使俄军指挥部 重新调整了其主要作战行动 而随着特朗普即将再次入主白宫 乌克兰危机似乎也正在进入新的阶段 在英媒的访谈中 泽连斯基坦言 特朗普可能决定着乌克兰的命运 我们必须跟新领导 我们必须跟美国与美国与美国与美国 最大的支持者 所以我们非常重要 俄总统普京28号表示 相信特朗普明年1月上任后 能够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来结束俄乌冲突 可能是似乎这些政府的表现,需要提出的未来更多的问题,这也可能 但是,我再次认为,他又是一直选择的预算,他也很勉強,他也非常精识 乌克兰与部分欧洲国家担心 特朗普上台后 美国可能大幅减少 甚至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29号 英国对外情报机构 军情六处负责人警告称 停止援助乌克兰 将影响美国自身安全 在美国持续原污 存在巨大变数的背景下 欧洲能否填补空白 成为决定乌克兰 下一步作战能力的关键因素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由于难以在短时间内生产出足够多的武器装备 来满足乌克兰的需求 欧洲国家正在尝试新的援助方式 也就是向乌政府提供资金 与资金短缺的乌克兰军工企业签订合同 为乌军生产导弹和远程无人机等 欧洲官员表示 相较于干等着欧洲生产武器 新办法将使机辅方面 能够更快速地获得更多武器 乌国内企业还能根据 不断变化的前线需求 更有针对性的定制装备 并强化乌国防工业基础 另一方面 俄罗斯与朝鲜的军事合作 也持续引发关注 据朝中社30号报道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国务委员长金正恩 29号会见了到访的 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 金正恩对乌克兰事态发展 表达严重关切 并表示 近期美国同意乌军 使用美制远程导弹 纵深打击俄境内目标 等同于直接介入俄乌冲突 俄罗斯采取果断行动 属于正当行使防卫权 金正恩说 朝方将始终支持俄罗斯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是别洛乌索夫 担任俄罗斯防长以来 第二次防潮 在与朝鲜国防向 鲁光铁会谈时 别洛乌索夫表示 俄朝正积极扩大军事合作 并提及两国在今年6月 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据乌克兰媒体 29号报道 乌克兰国防警报局当天透露 朝鲜已开始向俄罗斯提供火炮和火箭炮系统 目前俄朝官方均未对此作出回应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突访美国 美国企业纷纷开启囤货模式 特朗普重返白宫前 其关税政策令美国国内外不安 当地时间29号晚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突访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 在海湖庄园 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会面 并共进晚餐 此次行程并未列入特鲁多的公开行程中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及特朗普团队 均未就此访置评 美媒分析 特鲁多此行可能与美国的贸易政策有关 特朗普此间威胁 从上任首日起 就对来自中国 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商品 加征关税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长28号表示 加方必须确保特朗普政府 了解加拿大对美国能源市场的重要性 据路透社报道 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之一 每天向美国出口近400万桶原油 有分析师预计 征收25%的关税 将使美国中西部地区 汽油价格上涨至少10% 29号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弥强调 以做好准备应对美国关税挑战 自特朗普发出关税威胁后 市场越发关注相关政策 对美国消费者乃至美国经济的影响 《华尔街日报》认为 错误的关税政策 给美国消费者造成的损失 早在其第一任期内 就已初见端倪 2018年 特朗普政府曾对进口洗衣机 加征关税 但关税政策实施后 不但进口洗衣机价格上涨 美国国内制造的洗衣机 也变得更贵 美媒称如今同样的剧情 恐将再次上演 据多家外媒报道 由于担心特朗普上台后 加征关税 近段时间美国企业 纷纷开始囤货 今年1月至10月 亚洲发往美国的货柜运输量 创历史新高 几乎所有主要商品的运输量 都在上升 尤其是服装和家具等 多家科技大厂 都在大量囤积 中国生产的电子零部件 据日经亚洲网站报道 微软已指示其供应商 在11月和12月 为其云服务器基础设施 准备额外的组件 降低特朗普关税政策 可能带来的成本压力 惠普和戴尔也要求其供应商 在11月和12月 提高零部件产量 29号到30号 中俄展开第九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此次巡航最大的亮点 就是中方首次派出了 国产远程轰炸机轰6N 轰6N的先进之处在哪里 它的亮相又有着怎样的意义 根据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 11月29号 双方在日本海相关空域 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这是自2019年以来 两军组织的第九次空中战略巡航 旨在有效检验提升两国空军的 联合训练和行动能力 30号联合战略巡航 第二阶段任务完成 2019年7月 中俄空军在东北亚地区 组织实施首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从2019年到2021年 联合空中巡航每年进行一次 自2022年以来 巡航频率提高到了每年两次 而第九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的 最大亮点 无疑是中方首次派出了 国产远程战略轰炸机轰6N 轰6N是轰6系列轰炸机的 最新改进版本 最显著的标志是能够空中受游 如果通过空中加受游 无论是作战半径 载弹量 综合水平将会有质的提升与发展 如果今后把各种武器装备 作战方案进行拓展 近可以对地攻击 也可以对海攻击 特别是对海上大型目标的 威慑能力 反电能力将会成倍提高 2019年10月1号 轰6N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阅兵仪式上首次公开亮相 专家表示 此前中俄双方巡航最远范围 已抵达白令海等高纬度地区 此次轰6N的加入 代表中方自主远航能力 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我们使用轰6N参加中俄联合 空中巡航是中国空军的名片 如果能够与俄方进行加速有远链 这样无论是巡航区域作战半径 位置水平将会同步提高 用新型装备 用民型装备参与双方的战略巡航 说明中俄军事互相关系 已经达到史上最高 近年来中方投入到 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中的战机 种类愈加丰富 2022年5月 中国空军歼-16战机 首次参与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歼-16是中国自主研发的 一款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 载弹量大 火力强悍 战力满格 被军迷们称为炸弹卡车 歼-16和歼-10C歼-20 被誉为空军三舰客 2022年8月 中国空军首次公布了 运游-20参与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的画面 运游-20是中国新一代空中加油装备 可有效增强航空兵远程机动能力 并可担负与运-20飞机相同的空中投送人物 运游-20通过在机身内部 设置移动式油箱和机身中卫平台式加油装置 实现了空中加油职能 可同时为三架战斗机加油 近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先进空中装备 井喷式亮相 在11月举行的中国航展上 歼-35A战机首次公开亮相 这也意味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个 同时装备两款隐身战机的国家 今后在作战使用中 G-20和歼-35A飞机不仅可以形成重型与中型隐身飞机的功能组合 而且可以形成制空与多动图作战并重的任务组合 成为空中进攻的尖刀 空中防御的铁壁 此外中国海军歼-15T舰载机的亮相也引发了广泛关注 在中国航展上 歼-15T进行了反驱拙舰等飞行课目表演 反驱操纵 指的是舰载机拙舰飞行时 飞行员采取的一种极其特殊的操作模式 由于航母甲板长度有限 仅为陆地机场的十分之一 舰载机只有在甲板拙舰区内拙舰才能确保安全 与飞机在陆地降落时 飞行员要采取捡油门和通过操纵杆调整高度的方式 进行刹车制动不同 舰载机在拙舰瞬间要加大油门 以便拙舰不成功时 飞机能迅速复飞 分析认为 展示反驱拙舰能力 表明歼-15T已初步具备在伏舰舰上起降的能力 意味着伏舰舰入列服役之后 将与歼-15T舰载机形成舰机协同 很快形成作战能力 而近期亮相的一系列新型战机 也使得中国空中装备序列更为完善 叙利亚局势突然出现重大变化 根据外媒的报道 当地时间的30号 叙反对派武装攻势迅速推进 已进入叙第二大城市阿勒坡市中心 叙政府军则表示将继续反击 驻叙利亚使馆再次提醒中国公民 近期暂无前往叙利亚 据多家外媒报道 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目前已进入阿勒坡市中心 这是反对派武装自2016年以来首次攻入该市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否认反对派武装占领阿勒坡市 旭政府军表示 29号在旭西北部给反对派武装造成重大损失 并成功夺回部分阵地的控制权 29号总台记者被要求撤离阿勒坡 回到旭首都大马士革 临出发前 连接阿勒坡与大马士革之间的主干道M5公路 被炮火切断 政府军方面表示 可取到叙利亚中部荒漠 虽然路程增加一倍 但这条道路尚未被炮击影响 我们现在行驶在叙利亚哈马省 没有人烟的荒漠当中 那这条路的路况并不好 但是现在这条路是唯一一条连接 大马士革和阿勒坡之间的道路 那这条路上现在没有多少车辆 为数不多的车辆是叙利亚政府军 从大马士革前往阿勒坡增援的车辆 这道路像你能看到 它有大大派的温暖 没有地方存在 这是一个很长的路 没有人通过 荒漠中 虚域政府军的增援车辆 源源不断地驶向阿勒坡 一路上总台记者不断接到 政府军军官的电话 知道我们撤离阿勒坡的 序列政府非常担心我们的安全 几乎每个半个小时 就给我们打电话来确认 我们在路上是否安全 他们一再向我们强调 在经过荒漠的时候 遇到任何情况都不要停车 因为在荒漠当中遭到武装凤子袭击的事情时有发生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 反对派武装一度控制了叙第二大城市阿勒坡 2016年虚域政府军在俄罗斯的支持下夺回该市 自2020年签订停火协议以来 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处于休眠状态 今年11月27号 虚反对派武装突然在虚西北部向政府军发起攻势 并快速推进战线 有分析认为此次攻势得以迅速推进 可能与虚政府军未能及时获得增援有关 Ezbollah, which was a major backer of the regime of Bashar al-Assad essentially pulled out of Syria starting in October of last year when they focused their fire on Israel and of course other backers of the Syrian regime for instance Iran has been distracted by its involvement in hostile activities with Israel and Russia has been distracted by its war in Ukraine and therefore perhaps these rebel groups are seeing this as a golden opportunity to target a weakened Syrian regime 29号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虚反对派武装的袭击侵犯了叙利亚主权 希望旭政府迅速采取行动 据路透社报道 俄军和旭政府军的战机 30号对阿勒坡市交的反对派武装阵地 进行了空袭 消息人士透露 俄方已承诺向旭政府提供更多军事援助 新的武器装备将在72小时内抵达 据路无论 妙线